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杂志天下 13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覆盖到98%的城镇 但是随着高速公路网越来越密集 收费站也越来越密集 你比如说 这边刚刚交了出省的通行费 那边又要领路径的通行卡 不仅繁琐 而且影响到通行 尤其是节假日期间 常常的收费队伍 让人是苦不堪言 所以有人就说省借收费站 那正是高速公路大塞车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年来大家都呼吁 要取消省借收费站 但一直悬而未决 那问题就来了 取消省借收费站到底难在哪呢 那首先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运营 以及管理体制的问题 目前高速公路的建设 基本上还是以各省为主 自己投资 同时也自己来收费 如果你取消了省借收费站 那这几个钱该如何收呢 又如何分配呢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从操作层面来说 如果取消了省借收费站 那这个收费人员又该如何安排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取消省借收费站 已经是大势所趋 不能再等了 要知道 这种划省分割的管理模式 不仅大大增加了物流成本 公众的负担 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 税费不清的问题 实际上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区域性的高速公路网 早有先例 你比如金金记地区 已经实现了ETC联网缴费 既然ETC可以实现区域联网 那么从技术层面来讲 全国联网那也就可以实现 而从利益上来讲 各省份它不能只算自己的小账 而要算一算区域共赢的大账 要我说呀 推进撤战联网 只有血脉畅通 那才能健康运行 好 继续回来 关注热点话题 上周五 四川广安市委副书记 颜春风 涉嫌严重伪计 违法被调查 颜书记的问题被曝光 起因呢 是颜书记女儿受到关注 此前他前期在幼儿园家长群里 对一位老师喊话 说你对颜书记的女儿 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并威胁要开除老师 如此抖官威就引发了众怒 颜书记的女儿 跟我爸是李刚的一样啊 都成了一句网络热词 但颜书记到底是谁 那就引发了众多的猜测 当地位工作人员说呀 在四川的地级市层面 姓颜的书记呢 只有一位 那就是广安市委副书记 颜春风 之后更有网友爆料 说颜书记住的小区呀 最便宜的房子 都要六百多万一套 颜书记女儿所在的幼儿园 说一年的学费 高达六万多 按照颜书记的正常的收入 住得起豪宅 读得起这昂贵的幼儿园吗 另外有网友扒出啊 说至少有四家公司 疑似呢 由颜夫人持股 不少媒体就建议 颜书记应该出来走几步啊 看看能不能自证清白 结果呢 纪委的通报给出一个答案 颜书记果然有问题 从事发热议到纪委通报 仅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处理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颜书记落马的过程 其实呢 很有一些个戏剧性 如果不是幼儿园老师 发错了信息 把原本发到老师群的信息 错发到了家长群 那颜夫人就不会看到 如果不是颜夫人 这个傲娇跋扈 对老师在发飙 也不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 那从头到尾 没有露脸的颜书记 也就不会被查了 有人就问啊 如果不是颜夫人 官太太作风太霸道 那颜书记的问题 还会被发现吗 应该会被发现 但没那么早啊 也许要过一段时间 才会暴露出来 官员选拔呀 有着严格的程序 比如财产申报 从2005年至今 颜春风一路提拔 试图谈到 按理呀 都需要逐年的 这个财产申报 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究竟是财产申报 走过场 还是颜书记 撒谎 欺骗 没有被发现呢 颜书记被查 在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归功于 这个前颜夫人呢 这些年来呀 不少腐败案件 一开始都是在网上曝光 然后纪检部门 用缜密的调查 找出证据 把腐败官员 收进反腐笼子里 你比如此前的 表哥杨达财事件 还有前不久 扬州国资委员主任 黄道龙 因为他儿子的 前女友举报 他们家有多套豪宅 被查出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在颜书记 这个事件当中啊 当地有关部门 第一时间积极介入 就避免了 捕风捉影的猜测 查明了 违纪违法的实锤 跟网络爆料 形成一个 反腐的良性互动 要说 反腐打虎 不仅是 既在法前 更要 行动 在前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广东教育厅啊 发布了通知 要求中小学啊 要开除 开好这个体育课 要严禁削减 脊站体育课的现象 即便当天没有体育课 也必须要组织同学啊 来集体锻炼 保证每天 有一个小时 另外 高校要开设足够的这个体育必修课和选修课 每周的体育课呢 不能少于两节课 省教育厅 每年还要对各学校的体育成绩呢 进行测试 学生体制连续三年下降的学校啊 到了评估的时候 实行 一票否决 随后 山东也接着就发文规定啊 严禁任何理由 挤占体育课 情节严重的呢 最高可以罚三万啊 相关责任人也要被处罚 几站体育课 进来要罚款 有人就说了 这一下呀 再也不用担心体育老师有事了 相信小伙伴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体育老师总说有事 明明是体育课 走进来的是数学老师 语文老师 大家进一进 你们体育老师啊 有事啊 这些课呢 改成这个数学课了 有的时候走进来的是英语老师 同学们 今天下雨了 体育课上不成了 让我们把课本翻到二十三页 当然了 也有老师不喜欢霸占体育课 比如音乐老师 美术老师 因为他们跟体育老师一样 也总是被有事 有人就说了 没有被占用过体育课的童年 那都是不完整的 体育课 老是被霸占 这理由还总是冠冕堂皇 说学习时间不够用 还上什么体育课呢 这样的教学逻辑啊 已经持续了好些年 导致青少年体质 那是持续的下滑 那之前呢 有一项研究 就青少年体育锻炼 有十二岁抖牙现象 就是到了十二岁啊 这个体育锻炼呢 出现断牙式的下跌 那为什么呢 因为十二岁 正好是小生初的年龄 学习的压力呢 特别大都忙着什么呢 埋头苦读啊 青少年体质欠佳 已经成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大家又忙着 为缺失的体育课呢 来补课了 为此啊 国务院还专门下发了文件 来督促学校 加强体育教育 这也被称为是 史上最高规格的 体育教育动员令 各地呢 陆续出台相关的措施 来鼓励同学啊 走出教室 走向体育场 在多方努力下 好消息呢 终于传来了 你看前不久 最新的报告就显示 我国青少年体质 在连续几十年的下跌后 终于实现了回升 各地规定 严禁几站体育课 都说呀 少年强 则中国强 身体 那是学习的本钱 真正的学校教育 是要让孩子既好好学习 更要茁壮成长 好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蜡条 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通知 向社会来征求意见 准备给这个蜡条 也置第一个国家标准 蜡条也要有这个国家标准 有人就说 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小题大做呢 其实不然 这涉及到五百亿的大市场 作为网红食品的代表 蜡条 它不仅是段子手的最爱 它更是无数吃货 欲罢不能 很多吃货 遇到不开心的事 就喜欢来这么一去 吃包蜡条 冷静一下 蜡条存在各种食品安全问题 你比如细菌超标 甜蜜素这个超标 食品添加剂超标 据媒体报道 说有一个地方 光今年就查处了 三十多批不合格的蜡条 针对这种情况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就要求各地要加强整治 尤其是学校周边销售的这个蜡条 因为它是价格 便宜 色泽 艳丽 口感辛辣 刺激 就收到很多同学的欢迎 有专家说了 青少年如果吃多了蜡条 就会带来严重的营养危害 甚至健康会受到影响 为了减少危害 规范市场 那就迫切需要建立蜡条的国家标准 此前全国各地标准它不一样 甚至出现了标准打架的情况 而这一次 甭管是蜡条当中的盐分 糖分 油分 还是其他的食品添加剂 都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要我说 蜡条有了国标 安全 那才能 达标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难读周刊 文章标题 我要挣多少钱 才可以买到快乐 前不久 美国一位大学研究员 在自然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通过覆盖全球 一百七十多万的国际民调 得出了一个结论 快乐是有价格的 这数据就表明 从全球平均来看 让人感到最快乐的年薪 是九点五万美元 也就是大概六十万人民币 那有人就要问 为啥非要六十万呢 我要是能挣个一百万 岂不是更快乐吗 很难说 你看之前 马云曾经大倒苦水 说自己一个月赚二十个亿 很难受不开心 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还是他当老师的时候 一个月拿九十块钱工资 哎呀 当时这么一说呀 对于这个缺钱一足来说 那简直就是人生暴击呀 很多人愤愤不平啊 说你这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 其实呢 人家马云还真没有忽悠咱们啊 研究就表明 快乐是有价格的啊 而且各地的价格呢 还不太一样 你比如啊 澳洲的快乐价格最高 是年薪十二万五千美元 咱们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呢 快乐价格呢 是十一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呢 七十万左右 如果能挣到这些个钱 那就是最快乐的 如果你挣到的 超过了这个数 可能还不见得有那么开心 因为高收入啊 往往伴随着高要求 正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压力越大 挣钱越多 肩上扛的压力责任 就会对生活带来一些个影响 你想之前 咱国内也有一项这个 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 越收入超过两千五的 收入越高 生活的满意度呢 就越高 但是呢 到达了两万五月星 这个临界点 这个趋势呢 就有一些变化 两万五月星再往上 生活满意度呢 稍稍还有些下降 这研究就说了 高收入啊 他们睡觉的时候啊 更少 休闲的时间更短 健康状况更差 收入高 会不会快乐 那也要看不同的城市 在三线四线城市 越路五千的人 可能比在一线城市 越路好几万的 还要更快乐 因为他们压力更小啊 所以呢 在本地收入高 那才叫硬道理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兰州一位卖菜的大姐 非常喜欢画画 她就把菜摊呢 变成了她的画室 把店里的蔬菜 都画到塑料泡沫上 在上面呢 标明价格和功效 顾客买菜一目了然 手绘菜单一走红 大姐就说了 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啊 但是呢 要学会苦踪作乐 发现生活当中的美 中科医院物理所的 井盖换了新装 每个井盖图案 都对应一个 物理学的公式 咱不妨猜猜看啊 这个呢 一只小鳄鱼 站在木头上玩漂流 这对应的是 阿基米德福利定律 这个呢 一只小猫 眼巴巴看着 鱼缸里的小鱼 这对应的是 思念折射定律 还有这 一位男士 向心仪的女生 告白成功 旁边的另外一位男的 却心灰意冷 这个爱情故事啊 人家也有定律 是描述 微观粒子运动的 抛力不相容定律 有网友就哀叹 每当这个时候 我都会主动承认 自己是文盲 好 欢迎回来 继续热点话题 最近啊 有一段视频 在网上流传 我们来看一下 就事发当天 沈阳下着大雨 有两名交警啊 冒雨巡逻 这个时候呢 有个小伙子开车 突然就加速 马路上顿时是碎花似箭 导致交警是浑身石头 当时呢 两名交警还以为 这司机啊着急啊 忙着要赶路 所以也没怎么在意 他们穿着湿透的警服 一直忙到了晚上11点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结束一天的工作 然后到了第二天 这段视频啊 就在网上流传 看我啊 开热啊 崩交日一身没毛病啊 崩的就完了 漂亮 崩的 原来啊 这小伙子是故意的 他还得意洋洋 说这样做没毛病 这么一个视频 就引发了众怒啊 大家纷纷谴责这种 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 随后警方展开了调查 很快将这个嫌疑人呢 韩某抓获 韩某就交代说 他呀 是某一个网络直播平台的 忠实用户 里面呢 有很多的恶作剧 为了吸引更多的关注啊 他就录制了这么一个 类似的视频 以为呀 这样做没毛病 实际上毛病太多了 首先 韩某涉嫌妨碍公务罪 被行政拘留15天 另外 他还涉嫌交通违法啊 被罚款50 寄扣2分 其实呢 类似的事情 还有啊 你看有的是故意的 当然也有的是无意的 我们就希望啊 所有开车的司机啊 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啊 都要考虑一下旁人 别呼啸啊 过 见了旁人一升水 否则的话呢 见失了别人的衣服 也见到了自己的道德呀 好 继续回来 最近 四岁小女孩 下腰导致瘫痪的事呢 引发人们关注 说河南一位小女孩 在家呀 练习下腰 起来的时候呢 没站稳 就摔倒了 短短几个小时 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 全身既然就慢慢没了知觉 甚至呢 都不能呼吸了 被紧急送到这个 河南省阿图医院 医生诊断 孩子在下腰的时候啊 脊椎骨发生了较大的疑味 伤到了脊髓 说呢 导致高位结瘫 医生就借此啊 向家长们紧急呼吁啊 不要轻易让孩子 做下腰的动作 因为呢 危险啊 你看最近一个月 医院已经收治了好几个这样的孩子 都是因为下腰受伤的 现在很多家长喜欢让孩子啊 从小就练舞蹈 说学习跳舞啊 要趁早 小孩子楼人性好 年龄小小的容易拉筋啊 有的孩子呢 才三岁啊 就被送到学什么跳舞 想下腰啊 披插啊 那都是避选动作 医生就说了啊 让低龄的孩子学舞蹈 有点危险 因为儿童的脊柱啊 它的骨质呢 还没有长结实 如果反复过度的拉伸啊 过度的负重啊 就可能造成脊髓受伤 再加上一些舞蹈培训机构 他老师也不够专业啊 训练方法不科学 保护措施不到位 一味的训练孩子 练习一些个高难度动作 结果呢 导致意外不断发生 医生就建议啊 孩子在六岁之前 最好别着急要下腰劈叉 你可以等一会儿 等到上了小学 再慢慢增加这些个动作难度 孩子啊 稍大一点在练舞蹈 不但更安全 他对舞蹈也更有理解力了 孩子下腰导致瘫痪 要我说 咱们家长也要改变观念 小孩练跳舞 最重要的是培养兴趣 锻炼身体 而不是要求他有多么多么大的难度 多么多么的专业 所有的亚苗助长 他都有害健康 好 继续回来 来看最稀奇的《看天下》文章标题 和人造反式脂肪说白白 前不久啊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项指导方案 说要在五年之内彻底消除 全球食品当中的人造反式脂肪 到了那个时候啊 这将是全世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那啥叫人造反式脂肪呢 反式脂肪 又叫反式脂肪酸 分为两种 一种是天然的 在牛羊肉啊 还有这个奶制品当中啊 它就会油 还有一种呢 就是刚刚说到的人造的啊 主要的来源呢 是经过这个氢化处理的植物油 这种油啊 它耐高温 存放时间比较久 不容易变质 那在炸鸡啊 薯条啊 爆米花蛋糕里啊 用的呢 就比较多 人造反式脂肪啊 最开始啊 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突破性的发明 可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 让食物呢 吃起来更酥 更香 不过专家呀 证实啊 甭管是天然的 还是人造的 非但对人体无益 它还啊 对人类的健康带来威胁 你将有数据就表明 因为反式脂肪的摄入啊 导致每年有超过50万的人 死于这个心血管疾病 早在15年前 丹麦就开始采取措施 限制使用人造反式脂肪 那现在呢 这丹麦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啊 就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反式脂肪 它不仅危害身体健康 对精神啊 这个健康啊 也有影响 你像美国一个高校啊 研究发现啊 那些常常吃 含有反式脂肪食物的人呢 更具有攻击性 咱前边刚刚说过啊 有的反式脂肪呢 是天然的 所以想要做到一点都不吃 恐怕也不现实 世界卫生组织啊 就说了 咱人体每天摄入到的反式脂肪啊 最好不能超过两克 只要控制得到 对咱这个健康影响 那就比较小了 当然了这个数字呢 对普通人来说 很难把握啊 那咱就记住一点 尽可能少吃 含有人造反式脂肪的食物 比如糕点啊 什么微化饼干 曲奇蛋黄派等等 还有油炸类的 炸薯条炸鸡炸鱼 尽量少吃啊 他们这个反式脂肪含量啊 相对比较高 吃的时候啊 一定要控制 另外还要注意平衡膳食 这个适量运动 人造反式脂肪 我们要学会反对它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周刊文章标题 大家都是吃货 广东人凭什么那么瘦 最近啊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一篇报告 主要是关于慢性病极其危险因素 报告就说了 广东地区的超重率啊 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这么一个报告就让很多人不服啊 大家都是吃货 那广东人凭什么就那么瘦呢 杂志啊 就分析啊 首先一个原因呢 就在于广东人的食谱 那广东人的食谱啊 以丰富著称啊 单单广州的小吃就有好几十种 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这是广东人的早茶啊 算得上是琳琅满目啊 另外呢 广东人呢 还特别喜欢吃青菜啊 有人就说了 青菜至于广东人 就像辣椒至于死川人啊 广东人的饭桌呀 要是没有青菜 那这顿饭呢 是有缺陷的 而且呢 必须是纯青菜 你比如什么辣椒炒肉啊 土豆炖肉啊 这些加了青色的呢 都不算 其中最有名的青菜 那当然就是广东菜心 广东菜心的做法 一般都是白酌 就用开水一烫就可以了 原汁原味啊 不仅降血脂 而且呢 去油腻 除了喜欢吃青菜啊 这广东人呢 还喜欢喝汤 有营养专家就说了 吃饭前先喝几口汤 不仅有利于消化 而且呢 能够消除你的饥饿感 那接下来的正餐 你就不至于吃的太多 当然了 要想保持生财 那除了会吃 还得要会动 根据2017年体育消费报告 甭管是足球还是篮球 广东的这个体育消费啊 都是名列前茅 另外 广东还开展了大规模的体育设施建设 据统计啊 人行绿道超过了一万公里 社区运动场人家超过了三百个 我们回到文章标题 大家都是吃货 广东人凭什么那么瘦 要我说 没什么秘诀 就是六个字 管住嘴 迈开腿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标题 时隔多年 李宗盛用一首歌完成了与父亲的和解 最近这个李宗盛啊 又出新歌了 名字就叫 星血的旧歌 有人说 这首歌唱出了中国式的父子关系 一边是沉默的父亲 一边呢 是固执的儿子 小时候啊 这李宗盛啊 学习成绩不好 父亲呢 不满意 所以呢 李宗盛总觉得 父亲不喜欢我 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啊 他就不停的付出 不停的努力 可惜的是啊 父亲是一直沉默寡言 从来就不表扬 这种纠结而痛苦的感受 就一直伴随着李宗盛 其实类似这样的心情啊 其他的作词者也写过 你比如 有一首经典老歌 叫什么呢 叫单车啊 他的作词人叫黄伟文 黄伟文就说呀 假如自己的父亲真的同爱儿子呢 也就会放在心中 而不会直接说出来 更不会拥抱啊 亲吻啊 因为觉得有点肉麻 可是小孩子啊 没有大人那么敏锐 如果大人不表达出来 那孩子他就会有理由来相信 说父亲他并不爱我 哎 只在偶然的机会 这个黄伟文呢 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 抱住了父亲 这才感受到短暂的温暖 由于对父亲耿耿于怀 这黄伟文就说了啊 写单车这首歌啊 并不是为了歌诉 其实是为了投诉 同样是这个僵硬的父子关系 你看六十岁的李宗盛 最终呢 选择了和解 他就说 也许父亲对自己是赞许的 可是一直没有当面说 现在呢 已经等不到机会了 因为父亲啊 已经永远离去 对于这个中国式父子关系 歌词当中 有这么一段 说两个男人 极有可能终其一生 只是长得像而已 有幸运的成为知己 有不幸的 只能是假意 这是非常残忍的描述 让很多人读后啊 是泪流满面 仿佛说的呢 就是自己 两个男人 只有可能撞起 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 有幸运的成为知己 有不幸的 只能是假意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南方人物周刊 介绍瑞茨 玫瑰之盾 最近 全国发生了多起女性乘客 遭遇到性侵的事件 为了保障女乘客的安全 上海出租车公司呢 就组建了新的车队 叫玫瑰之盾 得到网友的怒战 据媒体报道 这个玫瑰之盾车队啊 在车的反光镜上 都既有标志性的红丝带 在白天运营的时候呢 虽然不拒绝男性乘客 但女乘客优先 而到了晚上运营的时候 只接受女性乘客 而且呢 提供预约服务 另外 他们还和一些这个偏僻的企业啊 来合作 专门护送女性员工下班 据了解 这个车队的司机啊 要接受更为严格的审查 连续三年以上 没有任何的违规违纪 必须呢 绝对靠谱 要我说玫瑰之盾 是为女乘客 竖起了安全的盾牌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多 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 天下有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